今天由於受到南方雲系的影響 所以各地都是比較陰雨的狀態 而且在部分地區有出現大雨等級的降雨 氣象局有發布大雨特報 另外在東北季風影響之下 今天天氣比較涼 那沿海也比較有強風出現的機會 我們也發布陸上強風特報 而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我們從衛星雲圖跟雷達回波圖開始說明 今天有相當多的南方雲系北上 所以從雷達回波圖上面可以看到 有顏色的地方就是有下雨的地方 可以看到非常多下雨的雲系 從台灣的西南邊往台灣這邊通過 所以帶來了比較明顯陰雨的天氣 那這一些水氣的來源的話 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來做一些說明 這是紅外線衛星雲圖 那可以看到台灣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在南海北部的這些區域 有相當多對流雲系發展 發展的狀況比較旺盛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有相當大量的雲系 從南海北部一直往台灣這個方向給輸送過來 我們預期今天在南海北部這邊 比較旺盛的對流雲系會逐漸的靠近台灣南邊的海面 甚至從巴西海峽通過 因此今天的水氣是最多的時間 非常多的水氣從西南邊往台灣這邊輸送 所以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各地的降雨都相當的明顯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地方 可能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發生 這部分的話要請大家特別的留意 另外包括澎湖 金門跟馬祖 今天也都會有比較明顯陰雨的天氣 這個狀況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之後 水氣會開始有減少的趨勢 但是同樣的各地在今天晚上都還是有降雨的機會 而從明天開始水氣開始逐步的減少了 所以在降雨的方面的話也是逐日的緩和